大家好,我是張浩妍 為什麼會寫給FNUTC? 其實我已經畢業了 但是我看大家好像都有寫 所以我就加上去 對於這一場topic 我想要介紹大家 AmaCity的 就是有沒有用差不多2300行 來建構AmaCity 做一個簡單的導覽 它其實本身也沒有那麼複雜 我覺得台北地下車站 可能比它還複雜許多 我今天來還迷路一下 基本上我們AmaCity 本身簡單的功能有 我們主要是 support ARMVCA 還有可以做GIT execution 輸出ELF format 然後我們也有做 self-hosting的驗證 還有像我們還沒加上去的 就是我們最近開發一個 AmaCity的Stack-based VM 我會在後面做介紹 好 AmaCity它的workflow 其實就是從 SourceFile 會編譯成AST AST會輸出我們的IR 然後AR再轉一層 最後看是要由GIT還是Binary執行 也可以直接從IR 就直接透過Stack-based的VM來執行 我們怎麼做的呢 就是這場 會介紹的主要就是由 那個磁法分析 然後語意跟語法的分析 然後還有產生透過AST 產生我們那個 AmaCity的IR 然後最後是 AmaCity的BM的介紹 我們先從磁法分析說起 大家就會有看過說磁法分析在 透過那個BMF做簡單的介紹就是 它會有一個 其實就是類似一種替換的規則 就是我們會把symbol 然後替換成後面所謂代表的形式 然後後面介紹的有像是 這張一個簡單的範例來看的話 那個constance可以被替換成integer 那factor就可以被替換成factor 或是一個expression的形態 那一個對expression的形態 那factor也可以再被替換成factor 一個一個稱號或是一個term的規則 然後它其實就是一個 比較像是地毀的替換關係之類的 那我們AmaCity的implement的grammar 基本上我是纏照那個 CISO 989920EX的那個Full-A做的 那其實你可以在Full-A找到很多很有用的資訊 Full-A第一個 它其實就定義的非常清楚 像是token就是可以表示成keywords 就是ID長數項跟那個自傳項還有其他的像是 原算符或是其他的符號 就是符號的定義 那符號的定義有哪些呢 就是像各位看到6.4.6章節所示 那基本上除了那個3個點的那個CC才納入的功能 還有最下面7個那個我們說符號 因為那7個符號我不知道是做什麼的以外 其實其他我們都有支援的 那這張就是要是說那個expression可以有哪些定義式 就是那個一般C的Document 它定義哪些expression的形式 對啊 那其實就是簡單的介紹 所以 那amask已經它目前沒有支援太多的data strut 就是主要會用到的其實只有上面這五項 也是integer character或是strut 還有quit跟enum 在新的一版中 其實想要加入一個onsign的形式 但是如果要加入onsign 我想要連simple table一起調整 那因為simple table要調整的話 其實它那個工程非常浩大 因為我們要替換很多 很多原本就已經歇實的判斷式之類的 那我們就是先從token開始講起 再次把分析裡面就是 它其實要判斷一個制伏串 它是不是token其實還蠻麻煩的 那amask 等一下我會講 我們一般simple是怎麼判斷的 那基本上我們定義的token 就有 基本定義的token就有這些 像是一些 運算值 或是一些表示 我們要給idtype形式使用的 或是數值型態 就是它會在後面 在解析上面的時候 會提供許多的幫助 那因為amaskc來說 我們的詞法分析跟語意語法分析 其實它很多token都是共用的 那介紹一下我們的simple table是怎麼生成的 這個是主要simple table simple table的主要型態 可以看到說其實定義一個integer型態的tk 還有hash 然後或是給記錄一個制伏串 就是我們說simple simple自串的開始位置 那為什麼沒有結束位置 其實 這是個問題 所以後來其實新版的就有加上 加上一個表示 該simple長度的那個 表示制伏長度 那其實在後面判斷上 它其實就可以 數出比較完整的simple名稱 class還有type還有bl 其實就是定義 class代表說 這個id的型態是什麼樣子 像是它可能是方權型態 或是先生code型態 或是它是權域變數 或是區域變數 那為什麼要定義hash開頭的 同樣名稱的那個型態呢 事實上是因為amaskc 所以它我們那個內容實作中 是可以允許 就是同名稱變數就是定義的 那如果你有同樣 就是如果像是方權A定義一個p 那方權B裡面有一個p的話 那如果假設方權A在執行的時候 要跳進方權B的時候 它也要解析這個p 方權B的p 但是事實上就是 其實就是把方權A的p 先把它放到 它所有的class value跟type 那個數值放到hclass 當方權B執行完之後 才把它的數值 反回來 反回 反回 回去 那這樣子的話 就可以 做到 就是類似一種暫存的作用 但是事實上這種做法 也是 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 像是 負迴旋之類的local 負迴旋在c99以後 會定義一個可以在 可以直接在expression的地方 可以直接定義 可以直接宣告那個 它的變數 但是因為 它這樣 Symbol Table會衝突 所以我們就是 想要解決這個問題 所以 應該會有機會 要調整Symbol Table 那 ID 就是一個指向 目前 就是 指向目前判斷 那個source code的Symbol 那Symbol Table SyM就是一個 那個 Array形態的Symbol Table 那 Symbol Table的 運作方式 其實 在 insert的時候 其實非常簡單 就是 它就是 類似一個array 一直向下地 地增而已 就是 如果 得到一個 新的ID 就把它一直 往下 形成 那 那 不過這樣一來的話 你要查詢 這個Symbol 有沒有在 Symbol Table裡面的時候 事實上就是 要從頭開始判斷 就是這樣 這個程式碼看起來 很複雜 事實上它就是 在 insertSymbol insertSymbol 如果要 要判斷這個 Symbol 是否是在 Symbol Table裡面的時候 我們可以直接 根據Hash來判斷 那如果 這個 Symbol Table 確實是 存在在 Symbol裡面 就直接把它 返回 給Token就好了 那如果沒有的話 就是把它加入 Symbol Table 那接下來就是 主要 在上一層的 語意跟語法 來 產生 ASC Tree 那 因為 ESPR跟 Stamble 其實它 在做的功能很相似 但是ESPR 其實就比較像是 Stamble的字 所以我就把它 分在一起講 那 Amasc 用到的 Path方法 事實上 我知道說 如果根據 Compiler教科書的話 有分為 top-up 其實我們兩種都有 混合使用 就是 保證說 沒有啦 就是 更可以 顧問它的缺點 所以像是 如果operator的話 我們就用 operator-present-path-er 那其他的就交給 N-path-er 那 那 Stamble其實就是 只是 把 就是 把那個 比較大的子機 再把它分成 再把它Path成 比較小的子機 然後產生ST 那其實 雖然講了 這些 方法 但是如果 遇到問題的時候 大部分還是 硬幹比較快 好 那 RMACC 目前有 support statement 就是 像是 label statement 因為 像 label statement 我們就沒有做 因為它那個 要牽扯到一些 記憶體跳躍的 方法 要一些記錄 但是我們沒有那個 記錄的結構 所以我們以前做的 就 比較完整 像是 expression statement 還有 select statement 因為 do fail 其實比較少用到 所以我們就 也沒有失作 那 go to跟continue 因為這兩個都是 有跳躍的情況 所以就是 我們也沒有做 那 break 就只有 switch開始能用 如果在 iteration statement 用的話 會 會發生 奇怪的事情 那 接下來我們就講說 從 ASC要怎麼 生成 code code generation 其實事實上就是 直接把 ASC轉成IR 那 我們看一下 在amacity 表示 如果表示ASC和IR 是怎麼表示的 這是 這是一個範例 那我們不會講 下面的 interachment 因為 那個 畫出來是有 但是 它就比較麻煩 所以我們就直接講 上面簡單的形式 但是 它會生成一個 類似 一個 第一行數值型態的 AST 它其實 對照 如果對照我們 原本前面講的 token看的話 它其實就是 一個進入點 然後 布袋哥 它的參數 還有 它的 那個 大括號 事實上是一個 statement的開圖 然後分號是一個 expression的結尾 就是 一個 一個statement的 中指 那它的 事實上中間的 位置 事實上就是指向下一個 還有 在 code generation 要生成IR的時候 讓它知道說 下一個 生成的位置 事實上在哪一個位置 這個地方 那之後 對照之後就可以 生成 生成我們 RCC的IR 這個就是 這個就是那個 code generation 生成比較 複雜的 就是那個 main生成的 main生成的結果 那 opcode 透過 IR 就是 IR 事實上我們有 列在我們的 document裡面 那 最左邊就是表示說 IR 那中間是 formate 然後最右邊是 它會生成的 那個 AR main instruction set 然後最右邊的 就是 說明 像是 LEA就是 從 stake裡面 來 就是 看要 遞減或遞增期 來獲取它需要的 argument 那這個也是一樣 就是 opcode 然後還有 那個 opcode的 內容 那 ammaccvm 就是 最後一個項目 加一下 ammaccvm 就是 透過前面 frontend生成的時候 IR時候 會有一個 透過一範例就是 它生成的IR 那它是怎麼去做的呢 事實上就是 就是 imms 就是 imms 它會 把它 生成一個 就是 立即速把它放到 R0暫存器 那事實上就是 跟 技術很像 技術交過很像 但是我們stake base 的 vm 就只會支援一個 就只會支援一個 那個 R0的暫存器 那 後續有沒有調整的可能 就是 要再看看 那 生成暫存器之後就是 把它的 數值 數值 或是其他 運算 就是像 push 就把它 push值就會把它 imms 那個R0的值 push到Stake上面 那 之後 再生成一個 imms在R0 然後之後 它兩個相加之後 放在R0暫存器 然後之後 再將它push到 Stake上面 之後再生成一個 im11 之後再生成一個 im11 然後相加之後 就會得到 vm最終的結果 那我們p2d code的設計方法就是 像是 參照 那個 lvm 對啊 就是 像是 這就是String的定義 還有 還有 那個 就是 google symbol 就是 原本 這些symbol 應該是 有些會放在BSX段 或是 RO data段 但是其實Arma CC 它我們只有做 Data段 把它 RO data 還有 Data段 把它放在一起 這些全域的資料 事實上 就會 就會 在同一個區段 這個就是 它 IR的表現 就是 要給 Arma CC 生成的 中間 形式來給 Arma CC StakeBase vm執行的 前面是一個 就是 我們說 位置 後面就是指令 最後也是一個 main的進入點 就可以知道說 StakeBase 母訊要從哪裡開始執行 這樣 我們是 有做一些測試測量 像是在 RPI上 做 測試 Benchmark的結果 事實上就是 同樣編一個 檔案 但是 因為畢竟我們 可以支援的功能 比較少 所以它 效能會有 表現比較好 也是 滿正常的 還有一些 我們說 memory UCH的情況 還有 編一個 VIP.C的 然後看看它 Binary的 執行效能 會不會 就是 和GCC相比 它當然是 會有一些 比較差的地方 我今天 我這個報告 就到這裡 看大家 有什麼 其他的問題 請說 哈囉 請問一下 為什麼會選擇自己 從頭到尾寫一個 Compiler 而不是 例如 哪一個現成的 來改一下 或者是 例如 前段用一些 現成的 Parser 後段用 LVM 對 這個問題 我有問過老師說 為什麼不直接 用LVM生成就好 然後 他是跟我說 因為 嗯 我們其實不需要完整支援 像是 CLAN那麼強大的 嗯 就是 因為CLAN它 complete之後 它可以編譯C++ 或是C的 IR 但是因為我們其實 不需要那麼多 不需要那麼多功能 所以就是 我們就選擇 做一個比較小心的 直擊 然後 專注在我們的應用上面就可以 好 請說 不好意思 我想請問一下就是 你前面說的Function A 跳到Function B 然後有定義相同名字的變數的話 那 它的Simple Table 不是應該不一樣嗎 你在不同scope 還是 你的Simple Table 只有一張而已 呃 你是指說 是 Function 就是 Function A跳 Function B 它不是會建立一個新的Table Simple Table嗎 對 沒有 我們沒有建立新的Simple Table 所以SimpleTable 對其他的 呃 我看其他的confiler是有建 但是我們沒有 我們就是一個Google Simple Table 那這樣的話如果說Function A跳到Function B跳到Function C 如果定義同樣的變數 那麼就完蛋 它會有 因為你只有記錄前 重複定義的問題 對 就是 所以要改成新型的就是這樣 所以它不能有三層 沒有三層 只有兩層 不好意思 我想問一下就是 剛剛講到Codran之後 那後面有編成ELF檔嗎 因為很像沒有講到ELF檔 你知道嗎 對 因為ELF不是我主要負責的部分 所以我們對那邊沒有特別了解 好的 我想請問一下就是 為什麼星邊只有就是IntervalCharm 不會有Float之類的浮點數型別 這有什麼原因嗎 因為浮點數型別的指令比較難扯破 它中間如果像是浮點數在出法的時候 我們可能要考慮形態轉換的問題 它要牽扯到不同的指令 如果要牽扯到不同的指令 我們不要要新增比較多的地方 所以目前是不考慮新增浮點數 可以追加一個問題嗎 就是那個 這跟就是 就是on本身不同的指令級的浮點數標準不一樣 這件事有正相關嗎 還是其實沒有考慮到這件事 它其實我們有實作像是除法或是取餘 但是只有做在 就是它只能取整數或除整數上的結果 就是因為照你剛剛講的 因為它其實像是像是V7或是V8 它其實有些除法指令其實就不一樣了 對 謝謝 不客氣 你支援呼叫遵循ARM EAPI的方式嗎 有 有 所以雖然你的IR是StackBased 但是靠EAPI的方式 JRV沒有問題 EAPI是API吧 就是ARM的那個 ARMVG標準的API 對API 就是 OK這樣子 OK的 但是你的 但你還是支援Syscall 在你的Lexer裡面 對 因為它其實可以 就是我們說 透過 就是 它在ELF那裡有 有那個relocation部分 你的那個syscall是拿來像GCC Building function那樣用嗎 還是 不是 就是像普通的函數那樣補教就可以了 就是 也是把它歸類成 我們說普通的像是Printed那樣 但是它其實 因為它其實只要 闡數都放在Stack上 就可以正常運作 那 我覺得一個 那 如果你對CG有覺得Support 是Partial的 那除了Self Hosting之外 你可能就不能用人家整套Existing的Test Suite 好 對 這個問題非常的 非常的厲害 對啊 就是 它其實是一個大問題 ARMCC雖然可以做Self Hosting 但是它自己編替出來的 這個 編替出來的假設叫做ArmorQQ 好了 它其實上不能再 正常編替一次 像是 再編替成一個新的ArmorRR之類的 因為它沒有辦法做Linking 好 那 時間的關係 我們再開放最後一位 要問問題的人 好 我想請問一下就是 因為剛剛講到就是 不同的Function裡面 有同樣名稱的這件事情 就是 這種 不同Function的時候 不是應該是直接放到Stack上面去嗎 為什麼這會在SymbolTable上 為什麼這會在SymbolTable上 因為要企圖跳躍的 就是呼叫的時候的位置 這不是應該是整個就是存在的這個FunctionStack裡面 然後去做的嗎 嗯 我想一下 不好意思我可以幫他回答一下 就是它說的是Function執行的時候 變數是放在Stack當中 但是它指的是 Compiler在 在產生Call的時候 是把這個Symbol記錄起來 然後在做Call券的時候 要去參考這個Symbol記錄 所以跟你那個Function說 變數放在Stack是兩件事情 就是它是Compiler在Call券的過程 那你說的是 層次在執行的過程 變數放在Function 就是變數放在Stack當中 這是兩件事情 對 好 那謝謝浩妍的分享 那最後我們再用掌聲來幫您 好 謝謝大家 那下一場的時間是從1點50個 我們來幫他 是 我們來幫我們